见到第一线 第3089章 倒映之威 一朵山峰大小的血色莲花腾空而起 极尽绽放的花瓣像烟火般炸开 炸出无数流光般的血色光雨 极尽璀璨 极尽耀眼 如梦似幻 当那无数血色光雨倾息而下 覆盖血连境遇中的那一座恐怖沙阵最先遭受冲击 沙阵的一角出现无数窟窿 那是被血色光雨击穿的痕迹 这一幕 被侵蚀和那些三清关下院大人物们第一时间察觉都不禁皱眉 旋即 他们齐齐倒吸一口凉气 看到一幕不可思议的画面 画面中 无数血色莲花腾空而起 花瓣绽放 像烟火般在半空中炸开 无数密密麻麻的血色光雨 以层层叠叠绽放的方式轰然扩散 席卷整个血连境遇 三十三重雷霆洞天沙阵 在此刻就像一张不堪一击的白纸 被刺目的光雨击穿出无数个窟窿 变成了马蜂窝 一座足可轻易困杀天地的沙阵 就这般千疮百孔 可想而知 那血色莲花绽放出的力量 是何等之恐怖 一瞬 青石等人 以及那些天地和地狮 无不毛骨悚然 脸色都变了 根本顾不得多想 他们疯狂闪避 唯恐被那如若暴雨击射般的血色光雨击中 而苏毅这边 宿命顶浮沉 流淌晦暗神秘的光雨 将它和清衣天地 两位妖祖全都庇护其中 不可思议的是 那些血色光雨何等可怕 在天地间到处肆虐 可唯独不曾靠近苏毅他们这边区域 这一切 看得清衣天地美眸泛起异彩 两位妖祖为之瞠目 这是何等手臂 无数血连绽放 青天腹地 轰碎沙阵 横击全场 仅仅那等画面 就震撼人心 而这一切 也一举扭转局势 让苏毅等人 从岌岌可危的处境中脱困 轰隆 血雨如飞 光焰如潮 那些大敌皆在闪避 一个个狼狈不堪 一个帝师躲闪不及 被一片血雨击中 躯体瞬息像被利刃凌迟 化作无数碎块 而后碎块又炸为漫天诡异灰暗的灰烬 飘落在那海面上 临死 这帝师全力挣扎 施展出金氏手段 可终究是徒劳 瞬息就化成了灰烬 这一幕 令轻衣天帝都为之动容 这烟花如何 苏毅笑问 落语妖族 眼神有些恍惚 难难 美得惊心动魄 虎禅妖族连连点头 苏毅一阵无语 谁问你们俩了 轻衣天帝瞥了苏毅一眼 轻横道 嘚瑟 苏毅顿时笑起来 说话时 那无数血色光雨肆虐之下 那来自三清关的一众大人物 也遭受到冲击 一个个像置身在肆虐狂流中的小船 随时有清富尔王的可能 惊叫声 怒吼声随之此起彼伏地响起 那六位天帝也很狼狈 他们倾尽全力出手 可却吃惊发现 那血色光雨的力量 远比宿命海水更诡异 也更可怕 能轻而易举击碎他们的攻击 削弱他们各自身上的护体倒光 他们只能竭尽全力闪避 尽量不去碰触那些血色光雨 可恨 那苏义怎可能掌控那些素叶血连的力量 轻时愤恨 这血连境遇很特殊 是宿命海中一个禁忌之地 和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样 最令人忌惮的 就是那些素叶血连 这种诡异的物种 诞生于宿命本源中 以汲取宿命海的宿叶力量而生 那些殒命在宿命海中的天地遗体 宝物 大道规则 皆是素叶血连的养料 从洪荒初期开始 这些素叶血连就已存在 被列为宿命海上的禁忌之物 连天地轻易都不敢碰触 否则必会被素叶缠身 侵蚀神魂核心境 最终命丧素命海 沦为素叶血连的养料 简而言之 整个血连境遇 就像一个连池 栽种素叶血连所需的养料 便是那藏灭在宿命海中的一切生灵 而现在 苏叶却宛如化身血连境遇的主宰 不止 能御用宿命海水 还能利用素叶红莲的力量 这一切 完全出乎青石预料 也让他的一切布局被打乱 你们一起去 杀他 青石立声大喝 眼神中尽是恨意 这个命令显得格外疯狂 可出人意料的是 那八个三清关下院的大人物 却毫不犹豫行动了 身影闪烁 穿梭在那血色光雨的肆虐中 朝苏叶这边杀来 交给你了 苏叶把素叶万魔牌 交给青衣天帝 运转磁宝 便可御用宿命海水自保 观战便可 莫要插手 以免发生意外 不等青衣天帝再问 苏叶早已出动出击 他一手托着宿命顶 随着身影掠出 一身契机随之轰鸣运转 杀 最先冲来的 是一个肤色有黑的销兽道人 气势恐怖 不弱于天帝 他挥动一把青铜齿 一击之下 日月映现 大放光明 可苏叶看也不看 手握拳头大小的宿命顶 随手一轮 轰隆 附近区域 无数血色光雨 疯狂朝苏叶掌尖汇聚 伴随着苏叶这一击 轰了出去 一击而已 青铜齿断裂 肤色有黑的道人 脑袋都被砸烂 躯体随之炸开 被肆虐的血色光雨碾碎 这一幕 看得青衣天帝 和两位妖祖 都不禁倒吸凉气 之前 青衣天帝还担心苏叶一个人去杀敌太冒失 可现在他才意识到 自己低估了这家伙 从一开始 这家伙就已准备了诸多后手 比如苏叶万魔牌 比如这苏命顶 那远处正在极力闪避的六位天帝 也不由大吃一惊 心中沉重 三清关下院的强大存在 都不堪一击 而同一时间 击杀一个大敌后 苏叶非但没有高兴 反倒眉头一皱 他注意到 那肤色有黑的道人毕命后 躯体化作了一张碎裂的泛黄俘虏 傀儡 若如此 那俘虏该有何等神妙禁忌的威能 竟能演化出一个不弱于天地的大活人 甚至 之前还瞒过了所有人的耳目 不等苏叶多想 其他大敌以杀来 皆是三清关下院的大人物 有男有女 各自手持道剑 道印 扶尘 玉齿 铜镜等秘宝 所施展出的神通和威能 无不可媲美天帝 恐怖无边 当一起联手杀来 让苏叶宛如 一下子遭受到 足足欺慰天帝的围攻 嗡 宿命顶流淌晦涩光雨 牵引着血连禁欲中的血色光雨 全都朝苏叶这边汇聚而至 下一刻 苏叶挪移长空 手持玉顶 全力出击 咔嚓 今天般的巨响中 一面铜镜四分五裂 手握铜镜的一名女子 躯体轰然暴碎 与此同时 苏叶接连出击 直似催枯拉朽般 将那一个又一个大敌击杀 直似砍瓜切菜 眨眼而已 八个三清关下院的大人物 就一一暴毙当场 那等神威 让那些天地都不禁心颤 脸色变得愈发凝重 好恐怖的宿命顶 在这宿命海上 仅仅是这样一件宝物 竟让一个无量晋剑 羞拥有了碾压般的凶威 可苏叶再次皱了皱眉 因为击杀的那些对手 净数都化作了碎裂的符纸 显然 都不是活物 而是由符禄所化 苏叶都不禁怀疑 若能拥有一大落这样的符禄 怕是早就能横扫永恒天域 把一切天地踩在脚下 毕竟 一张符禄都能演化出一个不弱于天地的强者 若是十张 百张 千张呢 想一想 那样的场景 又该何等恐怖 念头转动间 苏叶并未停手 脉步长空 朝青石杀去 擎贼先擎王 收拾了青石 大局可定 此时的青石脸色铁青 力声道 坏我大事 饶不了你 他一手猛的一挥浮沉 另一只手则寄出一个黑色的倒影 哄 黑色道硬腾空时 简直像一道黑色烈日升起 整个血连境遇都猛的一阵 虚空都被压塌 天穷出现一道道触目惊心的裂痕 那到处肆虐的血色光雨 都被黑色道硬式放出的威能 狠狠压制住 一一停滞在半空 玄机黯然凋零 这一刻 无论敌我双方 全都齐齐变色 那黑色倒影的气息太恐怖 把这座秘境的戒壁都震碎 整个秘境即将倾覆 而黑色道硬式放出的力量之强 分明远远超出了天地及范畴 别说那些天地和妖族 那仅剩下的三个帝师都被震慑到 而苏一眉烧间 则浮现一抹冷色 果然 此次的对手中 掌握着来超出天地及范畴的宝物 伴随一道惊世般的破碎声 这座血连禁欲所在的密界 终究没能承受住那黑色倒影的力量 轰然崩碎 一个密界的轻塌 那等动静何等之大 整个宿命海都被惊动 平静的海面掀起汹涌的波澜 紧跟着 有浩瀚如飓风般的宿命捷光 呼啸而出 肆虐在整个海域上 最近这段时间里 不知多少修道者 进入宿命海 有的已殒命 但大多数都还在 此时 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修道者 全都惊骇发现 平静的海域上 掀起了滔天的素叶 结光风暴 仅仅一瞬 就有不知多少 修道者殒命 惨死在这一场天灾人祸中 而此刻 青石已催动那一个 微能恐怖到无法想象地步的黑色倒映 朝苏义镇杀过去 青衣天帝 和两位妖祖星都悬起来 空前紧张 苏义眉头紧锁 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致命威胁 在祭出宿命顶的同时 掌尖悄然浮现出命书 可就在这一瞬 一连串变故发生